拥有一对奥伦双风是很多女性乐见的事 不过选择一美龙乳疗程 很多人都怕龙出石头奶塑胶奶 效果硬邦邦不自然 早期使用光滑面的时候 它跟人体组织不结合 所以容易产生一些夹膜卵缩的现象 那夹膜卵缩如果没有按摩好的话会非常的硬 那它一收缩自然会把原本柔软的夹体 会包起来变得硬邦邦的 近几年龙乳多采用粗糙面的夹体 夹膜能与夹体表面绒毛结合 不用按摩也比较不会变得硬邦邦 像是近年正夯的液态细胶磨滴龙乳 触感及外观逼真 根据民众个别体质及需求 也能考虑水滴型液乳及圆盘型液乳 磨滴它是属于圆形 粗糙面 可是它的材质比较柔软一些 所以在直立的时候会有一些水滴的效果 躺着的时候又会有圆盘的效果 会比较均匀一点 柔软是很多女性在追求胸部自然上 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的来源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填充比较饱满 它的边缘感其实会被摸到的 不顺的现象会比较少一点 另外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晶片在里面 日后在最终上是比较方便 可以从体外直接做感应 就可以测得这个晶片 它的来源跟它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水滴型的这个甲体 大概就是下方会比较厚一点 那上方比较薄一点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使用在胸部本来比较没有胸部的女性 因为它这样会比较自然一点 圆盘形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圆形的 那这有分粗糙面跟光滑面 那粗糙面不用按摩 光滑面的话需要按摩 没有厚薄的差别 整个来讲是均匀一体的圆形 融入手术 大多数会选择从腋下以内视镜的方式进行 才不会留下明显伤痕 植入甲体不会接触到乳腺 所以术后也能正常哺乳 胸部本身比较小 或是比较担心边缘感的 那我们会放在肌肉下 因为多一层肌肉的覆盖 那它会比较不明显 那肌肉下一般我们会做双平面 就是说部分在肌肉下 部分会在筋膜下 胸部组织比较够的 我们就会放在筋膜下 这样甲体的活动性会比较好 就是我们在动的时候 它会比较晃动得比较自然 医师表示 龙乳手术术后一周就能拆线 一个月内要按时回诊 确保甲体摆在正位 穿着龙乳定位一 而龙乳并非越大越好 建议多与医师沟通自己的需求 波涛汹涌也能拥有自然触感 记者情报生高雄采访报道